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关于这款游戏的话 想必很多死粉的话会非常清楚怎么去玩 怎么去布局 然后怎么用编辑器去处理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情况 但是新手玩家的话就不会玩 那今天咱们就是做一期针对于新手玩家的关联小视频 那咱们先开始游戏 那今天的话就先不给大家就是来做怎么去进行攻城拔地 那今天咱们先做的是关于三国制建造他每一个君主 他的势力和他拥有的武将 咱们先从简入义 那如果你对这些没有兴趣的话 那咱们也可以直接跳过 因为我觉得对于新手玩家来说的话 选择一个好的君主来作为自己前期行使权力的主力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君主他前期领域和武将都是不同的 那这跟谁是个废话就先不多说了 那这边可以看到咱们在点击进入游戏之后可以选择副本 但是这个副本可以说实话 你为什么会要选择呢 吓得我差点报警 明明就只有一个副本还要去选择 那咱们现在只有一个189年董卓洛阳弄全中年情因会萃的这一个剧本 那这边咱们只能选择这一个 那这边咱们先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咱们的封地 这每个封地对应着不同的君主的领地 那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曹操 曹操他现在可以说是很多玩家喜欢选的君主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一方霸主 然后实力也是相当超级 他本身在初始状态就有八个将领 这里将领是不包括这个君主本人的 那首先他的城池是只有一座 那就是这个九号城池 那这边可以看你点过之后 是会就是显示他这个领地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见到就有一个亮点点 那这边咱们怎么说呢 虽然说曹操他虽然前期的地盘很小 但是他的梁将很多 在南方的话就有空城可以即刻占领 那哪里是南呢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在地图上是这样的 大家就是可以依靠这个原则去进行分辨 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反正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露吃 但是这个简单道理还是懂的 咱们曹操的优势就在于前期可以快速的扩张地盘 就可以形成很强很强的强势力 那第二个君主就是咱们蜀汉家族的这个刘备 刘备可以说是在前期第二大经常被人选的君主之一了 因为这个刘备他本身三兄弟嘛 刘关章 但是他前期的城池是四号区 大家可以看到四号区其实非常非常小 就在这里 在这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见就这里 一二三四 非常小的一个城池 而且他只有一座城 这个城就是静阳 然后他的将领只有两个 但是这个实力和质量就无庸置疑嘛 刘关章嘛 就是桃园三结义 那虽然他前期只有一座城 但是没有直接相邻核心战区 所以虽然他会比较难 但是也不用太在意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的话 那第三个人就是咱们孙坚 孙坚可以说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肖雄 吴国 吴国孙坚 那他的城池就是在21号区域 也就是现在咱们天朝版图的长沙 湖南长沙 那孙坚的人员实力可以说是曹操的一个弱化版 但是孙坚他的地理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看在他旁边有一大片的空城可以去进行扩张去发展 对没有错 这些你看灰色的就是空城 大家就可以去扩张发展 那这边可以看到第四个君主就是袁绍 袁绍和袁树两兄弟嘛 这俩就是真假龙子的 拿个龙喜的那个 那他袁绍可以说在前期哈 是所有主公里面将领最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钱 袁绍他的领地是在南皮 也就是六号区域 六号区域虽然说不大 但是他里面将领非常多 那而且他前期兵强马壮 而且周围势力也不是非常强 所以说算是玩家很好的一个开局势力 那咱们再说一下这个袁绍的弟弟袁树 袁树他前期有 袁树是哥哥还是弟弟 这不是很清楚啊 这个咱们就不纠结这些细节了 顾是顾什么就过去的事 所以就不用脱提 好那这边咱们说一下袁树 袁树前期将领是有八人 然后陈池是在南阳 就是十九号区域 十九号区域可以说是比 咱们袁绍的六号区域要大很多 袁树他的将领实力说实话 怎么说呢 说好听一点就是实力有限 说难听一点就是实力平平 就夹在几大势力中间很难受很难受那一种 他要发展的话就需要和董卓曹操有正面的接触 所以说算是非常困难的开局了 如果有这个受虐群象呢 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他 当然我个人是不建议这样打 因为咱们新手吧 本身就不是很会玩 如果是高玩的话 老玩家的话 咱们可以去选择这样一个困难的开局 好那咱们再说一下接下来一个舞传 那就是这个马藤 马藤他前期将领有两人 那马藤是何许人也 马藤就是马超他老爹 好那他在前期的 马藤是不是马超他老爹 我记得以前玩那个 孟三的时候好像是这样介绍的 好像是这样 那马藤前期将领是两人 陈池是一座 也就是五威 是十四号区域 十四号区域的话 说实话 大家可以看见吗 这个地图版图就是在最西边嘛 上面下单左西右东嘛 本身就是在西边 所以说他如果想要发展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容易 因为马藤他前期的话 可以看到他 四周是没有任何一个敌人的 没有任何一个君主 所以说他想扩张自己的领域和安稳发展都是非常非常容易 不过他一旦要扩张势力到东南方的话就会遇到强敌 所以说他的发展势力就局限一个十三和十五号区域 这个大家自己着情考虑 那再说下一个这个君主叫做刘烟 刘烟的将领是前期 相当相当多有十亿人 他的城池是有三座啊 三座城池 以成都为中心控制三十三十二三三十三这个区域 可以说他前期的地盘是第一多的 他有三个城池 而且是领地都还不算小的城池 所以说刘烟他算是将多地广发展意的典范 他的发展非常容易 但是他的将领的实力并不是很突出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弥补的 他这个发展空间比较大 生存压力也很小 好了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刘表啊 大表哥 这个大表哥他将领有十人 只比咱们刘烟少一个人 他的将多但是不是很精 他的城池只有一座是 襄阳二十号区域 那关于大小 大家自己看都不给大家介绍了 那他是属于将多不精的那种 地理位置也不是很好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 他是北面和西面都是被夹击 他前后左右都被夹击 我就不说东南西北了 那前后左右全被夹击 所以说他这个发展不是很容易 反正要是我 我是不会选择他 那咱们再说一下董卓 董卓他将领有十五人 他的城池是前期和这个刘烟变列第一多的 有三座 是以洛阳为中心控制 长安等十一十二三个区域 董卓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时期这个时段的实力象征 兵强马壮 是最强的实力 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他一下 还是相当蛮不错的一个开局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公孙 应该是公孙赞 什么公孙优 公孙赞的话 他只有一个区域就是一座城池就在三号区域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三号区域 他向东面发展是二号区域一号区域 但是他再想扩张自己的城池 他就会和其他几个强国强势的郡主进行碰撞 所以说他非常难进行发展 可以看到他腹背受敌 也不能说腹背受敌 他是被强敌夹攻着 你看四七六号城池是包裹着他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占据了一号二号 这两片地皮的一个栅栏吧 就如果就是四七六 哪一个国家想要去霸占一号城池 二号城池的话 就必须要把这个公孙赞给铲除了 所以说他这个发展比较困难 就如果想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绝望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一下他 那咱们再说一下陶谦 陶谦前期降临五人 城池一座下梯16号区域 他算是没有什么特色的一个势力 降临也是一般 城池位置的话 初期是相对安全的 发展空间确实相当有限 好那这边咱们再说一下这个韩复 韩复前期降临三人 城池一座夜城七号区域 七号区域可以说 七号区域的话 他可以说是比刘备和公孙赞 都是一样体验过绝望的人 就同样是夹缝求生 很难很难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下位君主 也就是咱们的恐龙 是不是那个恐龙让敌的恐龙我不知道 恐龙的话 他前期降临只有一个人 城池的话也只有一座 是北海八号区域 八号区域的话 这边是靠海城市 应该是现在的山东威海这一片区域 所以说他这片区域是非常非常难发展的 他想要向东边发展的话 就是海域 那个时代还没有填海造陆这种高端科技 所以说他如果想要向西面发展 北面发展南面发展 他是基本上就是扑该 他没有地方发展 他是被包夹着 而且他的东面是海 然后西面又是敌人 所以说他也是相当能发展的 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去选 就可以最后的时候进行去对他的攻略 那咱们再说一下下一位君主 也就是咱们的王朗 王朗前期将领一人城池一座建业 24号区域 24号区域的话 怎么说呢 这个 24号区域他 你不要看他就是 附近四周是没有什么敌人 但是他如果真的想要发展的话 是很不容易的 他只要 他的行动是受到制走的 如果他想要进行扩张 以发展的话 会受到极大君主的联合打击 所以说他这是一个负面 负杯受敌的一个情况 他还不如刘备前期的开局 好那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刘仙 刘仙前期将领 三人城池一座财桑 28号区域 好那关于 刘仙的话 可以看到他这个28号区域是相当大的 但是他的降临并不是很强 而且 刘仙在前期的统帅能力 在史书上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那他这边也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选择 那玩家可以 就咱们把这些君主队给介绍完之后 大家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君主了 那这边可以看到 如果你选择君主的话 你不只可以选这一个 你最多可以选择六个 最多可以选择六个 那建议大家前期选择的是哪六位君主呢 第一位就是操操 然后刘备 孙千 袁绍 袁叔 马腾 说实话你可以这样去选择去控制 你只要选择六位君主进行控制的话 你前期五个像六个去进行投降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统中原了 但是你这样的话就不是这样的布局 咱们如果想前期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去一统天下 一统江湖的话 一统中原 就需要控制这几个人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首先咱们先把这个站地最多的 孙卓 然后刘烟 这三个人 这两个人 你看这就六片成直 然后咱们就太过于靠远的 不建议大家去选择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曹操进行去布局 因为这边是接壤联合着的 那这样的话就四国去攻打一国 对于开局是相当有利的 那这边只要咱们再控制一个元素 好那这边控制一个元素之后 咱们再控制二十号区域 二十号区域的话 君主是是是是是是是谁 是谁快出来 快出来啊 快出来啊 好那 这这这这这这哎呀 发烟死了 好 终于找到 找到了 那就是孙坚 好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先控制这五个 然后再把刘备说实话 在前期很鸡肋 我并不是很想去控制的 这样的话 咱们前期尽量还是像 哎 对 刘备这边还是可以控制 因为这边我和董卓是元君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确定去选择这个君主了 那大家记住 前期就如果想布局相当简单的话 咱们就曹操刘备孙坚 袁树 刘烟 董卓 这六位君主 好的这边可以看到 就可以点击确定选择君主了 在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难度啊 游戏难度 就初级 中级 上级 但是我这个还选初级得了 然后这边 他国战争不可见 这个 歌声可不选啊 因为这个他国战争 不可见 其实在前期对我们的作用还不是很大 因为你在前期如果选择是否在回合间隙就看敌人的战略情况的话 呃怎么说你 可想可不选 但是我这边建议还是最好是选择可见啊 那这边 好了 咱们就点击确定 那一开始呢 会有一些剧情的说明 灯汉末年 黄帝无道 群雄骤击 董卓 挟持天子 挟 挟持 不是挟持 实行恐怖朝政 然后各个势力的话就要 结成同盟 共同对付董卓 你可以选择 同意或者是拒绝 那其他盟控咱们是 相对容易一些 但是 我这边是直接把剧情给跳过了 然后跳过之后 这边咱们就游戏就随着展开了 首先 城市的几个重要性啊 那首先就是咱们的信用度 信用度高的人 更容易和其他势力去结盟 然后人口 人口越多 你钱粮收入越多 那 能争的兵粮也就越多 那军资也就是军饷 就是钱嘛 那民成度 民忠诚 民众忠诚度 那低了会暴乱 影响人口数量和城市发展 那冰是城市冰力 那国民 国民思议啊 那冰粮 也是就是 字面意思 那土地价值就是 现在的地皮嘛 就三环 北京三环内的那种地皮 和五环外的是不一样的 就是粮草 就土地价值越高 粮草收入也就越多 那现一武将 就是当前可以使用的武将 米香肠也就是市场 制水是水 水力低了 容易干旱 影响收成 那再也武将 就是可以招募的武将 密码就是用来 赏赏赤 然后外交的道具 那今天咱们就先 介绍到这里 那如果 大家对接下来的 视频和对这个游戏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继续去 关注一下水水视频 那今天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